卖去集合 你们肯定还记得这个小家伙吧 去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往里面塞了一颗8700K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今天要尝试的 是把刚发布不久的i9-9900K 塞进这个小机箱里 听起来好像有点太疯狂了 不太现实 没关系 我们今天就试试看好了 不是 你怎么知道呢 i9-9900K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 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 可以去回顾一下我们的首发评测文章 千元万语汇成一个字 就是热 就算是千焊也救不了这个大火炉 i9-9900K的发热 远远高于8700K 尤其是在调用AVX的情况下 比如说FPU烤机 就连中高端的水冷散热器 在这种情况下也压不动这个怪物 不过如果不调用AVX的话 那么i9-9900K的温度还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它能不能顺利的住进咱们的麦去集合呢? 回顾一下我们麦去集合的视频 当时我们列举了几种Node202这样的小机箱可行的散热方案 除了最终采用的AXP100之外 还有像快瑞的C7 镰刀的手里键 比如快瑞C7的TDP限制就差不多是100W左右的 那这些散热器它们也就勉强压住8000K了 应该更进一步是不太现实的了 但是倒高一尺磨高一丈 9900K虽然更热了 但是牛逼的ITX散热器也更多了呀 比如说快瑞就先推出了纯铜版的C7 散热能力提高到了115W 纯铜散热器 这个东西在服务器公控领域还是比较多见的 因为1U2U的服务器机柜它们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然后服务器的CPU往往又是发热大户 所以这种体型小巧 但是散热能力一点都不弱的纯铜散热器 就成了很特殊的存在了 比如说给华琴腰板做原装散热器的Dynatron 他们就很擅长做这个纯铜EU2U的散热器 玩ITX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吧 如今ITX越来越流行了 消费节CPU也越来越热了 也总算是有厂商愿意把这种设计带到游戏PC上了 而在快锐之后 利明也给AXP100做了升级 推出了纯铜版的AXP100 以及纯铜石墨烯定制版的AXP100 也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 国内的售价居然高达599元 要不是因为我们玩ITX 放在传统系统上这么多钱都够我买个猫头鹰第15了 不过这玩意贵了这么多钱 和原版放在一起看好像也就是多了个限定皮肤而已嘛 真的能压住9900K吗? 我们就只能试试看了 由于扣具完全相同 对于我们的卖区机盒来说 只要拆下原来的散热器 直接换上9900K就可以了 扣具直接沿用原来的 虽然说纯铜版就连螺丝和支架都换用了纯铜 排面倒是给的挺足的 但是对我来说感觉这个升级好像有点没必要 这点成本省下来卖的便宜点多好 咱们这次的硅脂同样也是使用了导热系数12.5的暴力熊 5点法直接压上 OK 咱们装好机器点亮来看一下 我们先试试默认的设置 BIOS里先什么都别动看看 哎 看起来这个情况好像还是有点糟糕的 满载温度仍然要接近100度了 4.7G坚持了17秒之后开始降频 不合格 但是说实话比我预想的还是好多了 这可是9900K 用这么小一个散热器 能坚持17秒不降频也算是超过我的预期了 那么默频这块板子给的电压是1.31V 感觉还是有点太高了 我们完全可以在手动降低一些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降低电压 看看能不能保证全程不降频啊 进到BIOS里 XMP我们等一会儿再开 一开XMP之后温度会上升不少 所以我们先把CPU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再说这些 频率我们先定在默认的4.7G 电压我们给到个1.25V看看 然后我们得把防掉压开起来 根据我们的经验 ROG的主板一般开到LV6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顺便把温控放开 节能关掉 行了 看一看能不能凉快一点吧 我去啊 这温度瞬间爆降10多度啊 而且全程跑满4.7GHz不降频 这个分数你看也比较正常了吧 你看看降电压这招是屡试不爽啊 咱们继续往下再探索一会看看 我们把电压继续降到1.2V试一下 这次实际电压下降到了1.184V了 板载温度进一步降低到了80度以内 对一台ITX主机来说 这个表现已经非常良好了 那我们再降低一点电压试试看呢 咱们给到1.175V 实际能够跑到1.168V 温度又降低了几度 并且仍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那我们再降低一点呗 1.15V呢 这一下好像就不行了 那我们干脆还是回到1.2V吧 然后我们试一试打开XMP 把内存频率提上去会是什么效果呢 4000的话咱们先别这么嚣张 我们先试试3200C14 定压1.35V 几乎没有影响 那就太棒了 我们直接上到4000C17 定压1.4V 运行内存缓存测试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满载温度呢? 稍微涨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80度出头感觉还算是比较理想的吧 当然了 光有Cinebench这区区十几秒的测试显然还是不够的 为了确保非AVX下核心满载的稳定 我们又跑了半个小时的CPU-Z稳定性测试 温度可以控制在85度以内 而3eMark Firestrike的CPU游戏负载测试就温度更低了 可以控制在全程80度以内 基本上只要不调用AVX都是毫无压力的 嗯?那么AVX呢?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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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0可以跑AVX 你怕不是要把我们都炸死吧? 不管怎么样咱们先试试看呗 行吧 那我们考一下FPU试试 哇果然不出所料 直接就黑了 很明显我们1.2V的电压对于FPU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但这个是极端情况了 如果我们为了满足FPU而提高核心电压的话 那么在日常使用中又得忍受高温了 显然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所以我们决定用一个搜招 华硕在BIOS里面直接提供了AVX频率的Offset选项 我们可以把AVX频率定在4.3G 而核心频率继续保持全核4.7G 那么这样一来就皆大欢喜了 那么现在跑FPU的温度也可以控制在90度以内了 可以稳定地通过烤机 不怕死的话还可以把AVX提高到4.5G 温度也可以保持在100度以内 不过AVX频率没有那么重要嘛 所以我更倾向于选择更低的温度啦 至于超频嘛 再说吧 经过我们今天的折腾也算是勉强把i9-9900K这个大火炉 塞进了卖趣机盒 塞进了Node 202这么小的一个ITX机箱里了 非常的不容易啊 其实咱们这颗9900K的体质是非常一般的 1.16V才能过磨屏 就这样一颗雷我们也已经压制在满载80多度的水平了 对于其他一些体质比较好的9900K来说 也许还能小超个频啊 搞不好5GHz也是有希望的呢 对吧 但这样做的前提就是 咱们得花掉600块钱去买一个 这么小的一个散热器 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了 但是怎么说呢 你如果不换它的话 你就别想压住了呗 所以说值不值得买 那就看你自己想了吧 除了9900K之外呢 咱们也可以给卖续机盒升级一个新的主板 比如ROG STRIX Z390-i 新款的STRIX ITX主板 升级了供电 外观也更酷了 但是对我来说 其实Z370已经完全够用了 当然显卡也可以升级成新的2080Ti 不过这个机器 因为给显卡做了独立的风道 所以最好的选择是 华硕那种涡轮版的2080Ti 而煤气灶的话 如果热风一直往机箱里吹 是根本排不出去疯的 怕是要降屏降成狗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长按点赞键素质三连 也别忘了来极客湾数码港逛一下 选购你中意的笔记本 最近CPU的价格终于是降下来了 所以我们笔记本的价格 也比之前更加的优惠了 不管是我们主打性价比的 炫龙和神舟的游戏本 还是华为和小米的笔记本 甚至微软的Surface 你都可以在极客湾数码港找到价廉物美的好货 赶紧来看一看吧 也别忘了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 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